主日三分钟 慈悲特殊希腿专辑 慈悲面容自说 慈悲的另一方面 就是要超越教会的范围 慈悲使我们和犹太信仰 和伊斯兰教联系 两者都同样认为 慈悲是天主最重要的属性之一 伊斯兰教对造物主的众多专称之中 也都专称造物主是慈悲良善的 教中相信 慈祝天主慈悲的欺怜 将会促进我们和这些宗教 和其他高尚的宗教传统相悦 愿这个欺怜为我们开启更热切的交谈 保使我们更能够知己知己 愿这个欺怜消除各种方式的自我封闭和不尊重 并且驱除各种暴力和歧视 愿慈悲之母的金仪目光 在这个圣年连事我们 使我们都能够重新发现天主人爱的喜乐 无人比玛利亚更加深入地体会降生的伟大奥迹 圣母整个生命就是以那份亲临降生成人的慈悲为无法 玛利亚被拣选为天主圣子之母 祂自此就被天主的爱所准备 作为天主与人之间的结约知归 祂珍藏天主的慈悲 在祂的心里面 与祂的圣子耶稣完全一致 我们已经被包括在同经玛利亚的预言之中 在我们跨过圣年的门栏 进去体验天主慈悲的果实的时候 玛利亚的话就是给予我们安慰和力量的传越 在十字架下 玛利亚和若望见证了耶稣所说的观数的话 对惊死耶稣的人表示慈悲的唇高表达 为我们指出天主的慈悲极致 玛利亚见证了天主子的慈悲 是没有界限的 慰责每一个人无一例外 让我们以力久常身的土物 又圣母经来呼求玛利亚 请祂以毅不厌倦的目光 会辜和连事我们 使我们享见祂圣子耶稣慈悲的灭肉 我们的祈祷也都延伸在众圣人和珍福 他们曾经将天主的慈悲作为他们人生的使命 愿被召进入天主慈悲心处的伟大的慈悲中途 圣父天牙周旅是我们转购 教众推介这一个特殊欺恋 转目于日常生活当中 活出天父恒常赐予我们众人的慈悲 天主从不厌倦地打开祂心 重复地说祂爱我们 并且期盼和我们分享祂的爱 教会认识自己的首要任务 就是默观基督的面容 从而将天主慈悲的伟大傲职 介绍给每一个人 尤其在充满巨大渴望 和种种褒盾征兆的时候 做慈悲的可信见证 宣讲慈悲 活出慈悲 在圣三的心里面 从天主傲职心处 慈悲的红楼汇聚 源源不绝地流日出来 这个慈悲之存 总不确切 环绕着慈悲傲职的心水 以及祂所涌流出来的丰盛 同样永无穷尽 在这个稀念 愿教会 回响着天主圣言 这个是洪亮清晰的讯息和标记 说出 判恕 支持 援助和爱情 愿教会 从不许识地延伸慈悲 并且内心地献出怜悯和安慰 愿教会成为所有人的声音 满怀信心 不停地重复名唱 祝祢的圣神 为我们扶游 好乐性化我们每一个人 愿慈悲悲怜 成为上主广师恩重之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